完美复刻某师傅家的枣泥酥 香味十足 酥酥的入口即化 步骤不多 简单易做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做哦 60克黄油 室温软化后加入一颗盐 40克糖粉混合均匀 再用电动打蛋器打发至颜色变浅 分两次到三次加入40克鸡蛋液 这里需要注意 每加入一次蛋液都要混合均匀 再加下一次 避免油蛋分离 最后打发至轻盈的状态 再加入180克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 然后将面团放到烘焙纸上 整理光滑 千万不要去揉面 否则成品不会酥松 再搅成藏方形的面饼 再搅成藏方形的面饼 厚度在5毫米左右 放上枣泥馅或是豆沙馅 卷起来 再轻轻按扁一些 一分为二 脱起油纸放入到烤盘里 表面刷一层蛋黄叶 再用叉子压出花纹 送进预染好的烤箱 上下火180度烤25分钟 烤至表面上色满意几个出炉 冷却后切成小块 装盘开吃 复刻的非常完美的枣泥酥 色热金黄 酥酥的 香香的 入口即化 搭配细腻香甜的枣泥馅 每吃一口都超满足 步骤不多 简单一做 朋友们赶快安排起来吧 朋友们赶快安排起来吧 味道